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勾一个装饰小花 我是用它来装饰帽子 好看而且还起到霍尔的作用 也非常的好勾 保你们一看就会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因为这花心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就用白线开始 先勾90针的锁针 我们先勾花心 先勾一针小辫做引拔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里头呢 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里头勾两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里头也是勾两个短针 这样花心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换线了 我们换粉线勾第一圈花瓣 先勾一个小辫 然后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勾两个长针 勾长针的时候呢 就顺便就把这个白线和粉色线的线头呢 就一块带着走 接下来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呢 直接就勾一个引拔针 这小花瓣这小花瓣呢就算是勾完了 再看一个 先勾一针小辫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勾两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头 直接勾一个引拔针 就这样 第一圈我们需要五个小花瓣 这是第一圈花瓣的最后一个花瓣 勾完以后呢 我们就换回白线 这一圈花瓣呢 是三个长针 勾一针小辫 然后开始勾一个长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头勾两个长针 一共是三个长针 然后是一个引拔针 这个花瓣就完成了 这一圈的花瓣我们需要勾六个花瓣 勾完白色的花瓣后呢 我们再换回粉色的线 勾下一圈花瓣 一样先勾一针小辫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里头勾一个长针 第二个针目里头勾两个长针 第三个针目里呢 也是两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引拔针 这花瓣就勾好了 这一圈的花瓣呢 是五个长针的花瓣 也是一共勾六个花瓣 这花瓣的大小是自己可以调控的 你喜欢花小一点呢 就把花瓣勾小一点 喜欢花大一点呢 就把花瓣呢 就多勾几针长针 让它花瓣大一点 另外呢 用的线细呢 勾出来的花也会小一点 这时候呢 粉色的线就勾完了就不用了 就可以把它剪断了 换到白线 先勾一针小辫 然后紧挨着的针目勾一个长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是两个长针 然后接着下一个针目也是两个长针 然后再接着下一个针目是一个长针 然后一个引发针 这个花瓣就勾完了 勾的过程中呢 别忘了把这个粉色的线头给烧菜上 这样一边勾一边就把它藏起来了 一共勾六个花瓣 每个花瓣是六个长针 然后这整个的花瓣呢 就到此呢 就全部都勾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花瓣呢 就给它卷成花 用针线呢 把它们缝在一块 就给它固定住 我们先从那个花芯缝起 先这样把花芯固定好 然后在这打一个结 这样线就不会偷落了 然后把第一圈花瓣呢 这样卷好了以后呢 绕这个圈给它缝起来 然后紧接着就缝第二圈花瓣 第三圈花瓣 然后最后一圈花瓣 这样就缝完了 这线头留着一会儿呢 缝到帽子上的时候呢 需要用它 看一下最后成品的大小 这直径大约是6.5到7厘米左右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